我和女友订婚前夕,他向我提出了分手,理由是他爱上了公司新来的员工江厂,江厂是董事长独子,全公司上下都知道,这是太子爷下基层熟悉工作来了,女友含着泪给我说,和你我只能吃一辈子的苦,你放过我吧。 我苦笑,同意了分手,但没告诉他,其实我才是江家真少爷,交易给我提分手这天,我正带他看订婚宴布置现场,他说,他不喜欢那种所谓惊喜的求婚,所以我在订婚之前要和他商量,让他提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他说,他喜欢蓝玫瑰。 我在宴厅里铺满了蓝玫瑰,他说,他喜欢特别的背景音乐,我请了一支管弦乐队过来,给他介绍完,交易沉默的片刻,抬头给我说,远州,我们分手吧,我不解,阿玉,你在开什么玩笑,我们马上就订婚了,正因为要订婚,所以我必须现在告诉你,我爱上了江厂,不能再拖累你,我微微一愣, 对这个结局,似乎并不意外,你是真的爱上了他吗? 焦玉笑了笑,是真的如何,不是真的又如何,他动辄给我买十几万的包,送我房子和车子,连订婚宴也打算在小岛上举行。 这些你能给我吗?没有物资的爱情,是一盘散沙,你只能在这个穷酸的宴会厅里,买一些不值钱的蓝玫瑰,远州,爱是放手。 如果你真的爱我,应该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真爱才对,我无力地笑了笑,也是,比起江厂,我现在的确没能力给焦玉这些,焦玉和江厂的不对劲我并不是没有发觉。 我和焦玉从大一开始交往,毕业后,我们一起进入同一家公司开始奋斗,为避免节外生枝,我和焦玉的感情并未公开,我们表面只是同事,但在这上千个日日夜夜里。 我们都在为对方加油骨气,试图能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中,有一片立足之地,八年的陪伴与感情,让我们双方都却像血液一样,慢慢融入到了对方的身体中。 而江厂的出现,清晰地让我感觉到了焦玉的偏离,江厂来到部门的方式很特别,人人都知道他是总公司董事长的独子,这番到来,大家都说他是来基层熟悉工作,焦玉成了他的师傅,加班多了,出差也多了,他怕我担心,还给我解释他毕竟是董事长的儿子。 只有让他看到了我们的能力,才不枉我们奋斗了这一遭啊。 而且,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亡库少爷,哪有你会疼人,焦玉自己也不知道,每每提到僵场时,他眼中藏不住温柔的笑意,我只是沉默地接受了他这番说辞,后来,在他的出差工作结束,焦玉又捡起了我们曾经爱一起打的游戏。 不过他不再叫我一起,我没按捺住好奇心,把游戏下回来看了一眼,发现好友列表里已经没有情侣等级达到15级的焦玉,找到焦玉的账号时,他已经改名叫做调姚灵晚岁。 在一夜使用谣的战绩里,另外一个和他双排的马可波罗,叫萌西竹生场,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游戏ID,听我只是补刀,在之前,他的则是什么知识蛋糕? 我还记得,在改这个情侣名时,我提醒他王者和英雄联盟不一样,不需要补刀,他笑着说,有什么的,这个名字可爱不就完了,不知道。 他在改掉的时候,还能不能记起来以前是什么心情呢?可能是记不起来了,焦玉不擅长打游戏,曾经之所以玩是他陪我,所以在忙碌的生活挤压的游戏时间后。 我退了,他也退了,但现在,出现了能够让他陪的其他人,他也渐渐,从我们二人之间有理,那天提了分手后,焦玉就走了,第二天,我要办理各种退货手续,餐厅的习要退,订好的花要退,约好的管弦乐队也要退,餐厅和管弦乐队好办,扣了押金事情变了了,只是和花店说好的蓝玫瑰有些头疼。 为了准备玫瑰,我花了小几万,花朵数量太多,店家卖不出去,说什么也要我全部买单,但在得知是我分手,蓝玫瑰用不上场后,店家无奈地叹了口气,退了一步,让我买了三分之一。 那三分之一,我让店家送去给了焦玉,焦玉一直喜欢蓝玫瑰,以后,我不能再送给他,就当这次是送给他的最后礼物吧。 可谁曾想,当天,焦玉拿着一束篮玫瑰来找我,把花狠狠砸在我的脸上,远周,既然我们分手,那就体面一点。 你这样死缠烂打,还有意思吗?玫瑰的刺刮伤了我的脸,感觉火辣辣的。 和他的话一样,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,我苦笑,阿玉,我没有想纠缠你,这些花是我最后的礼物的,我不需要,一些不中用的花,送过来也只是占位置。 你不要做这些无用功了。 我看着他冷淡的表情,声带像被人用刀割了,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,一个人的爱与不爱,真的很明显。 大二那年,我和焦玉交往一周年的纪念日,我买了一束花给他,我们都是从山里烤出去的孩子,生活费紧张。 一束花是我在寒风里送了三天晚上的外卖,才凑够了钱买的,焦玉抱着花,寒泪看着我,忍不住骂。 宁远舟,你的时间这么宝贵,你怎么能让送外卖浪费你的时间,我笑着揉他的脑袋,只要是为了让你开心,就不是浪费,焦玉把那束花很宝贵地带回宿舍。 养了好几日,花在枯萎前,他又忍不住哭了,说那是我送他的第一束花,舍不得,我抱着他,轻声安慰,哭了就哭了,以后我再给你买,焦玉眼睛亮起来,他一把擦掉脸上的泪水,这可是你说的,你要是不信守承诺,我可饶不了你。 那时,他眼睛里都是关于我们未来的西纪,原来我们在过去,也有这么相爱的时刻,只不过,现在的他,会说,这些花占地方,看着眼前眉眼刻薄的焦玉,不知不觉间,我们之间已经改变了。 我将地上那束花捡起,蓝玫瑰被蹂躏过的模样,衰败异常。 刹那间,我好像懂了当年焦玉看到花枯萎时伤心的心情,我和焦玉,也如这些花一样,回不去了。 为了这次的订婚,我向公司请了年假,原本是打算提前两天公开练情,顺便请同事们来吃喜,计划赶不上变化,和焦玉分手,自然也就不用了。 趁着年假,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,上班前一天晚上,焦玉发短信给我,让我去他那里把东西收走。 我上门时,江场也在,他们两人靠在沙发上玩游戏,焦玉喊着快来救我,大概是江场没赶上,他先是挨了一声,又道,你快帮我报仇。 江场,这还用说。 随即,焦玉又道,哇,你好厉害,我尴尬地咳嗽了一声,焦玉转过头来,看见门边的我,脸上的笑容立刻收了起来, 他直指茶几,你的东西我已经全部收好了,赶紧拿走吧,江场逆了我一眼,漫不经心地问,这就是你那个穷男友,焦玉洋装生气地捅了捅他是前男友。 我没有说话,沉默着清点了一下箱子里的东西,其实放在他这里的,没有带走的必要,东西岂不齐。 已经无所谓了,把钥匙还给焦玉,我抬着箱子要走,焦玉说,还有这个,他指了一下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手杖,手杖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后,我们一起做的,上面都是这八年来的点点滴滴,焦玉显然不想要了。 我犹豫了两秒,还是宝贵那些回忆,准备去拿时,江场抬起脚,正好压在了手杖上,他靠着沙发,脚搭在茶几上,十分惬意的样子。 我说,小江总,你的脚压着我的东西了,江场如梦初醒,打亮了一下我,好像才认出来,哎呀,我说这是谁呢,原来是宁哥呀。 说完,他放下脚,不好意思啊,我刚才没认出来,我是不是压着你的东西了,他把那本手杖拿起来,随便翻了翻,然后扎扎嘴,宁哥还会做手杖呢,又看焦玉,你喜欢,焦玉焦称道,这种穷酸东西,谁会喜欢啊,那就好,我真怕你喜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礼物。 他把手杖扎到箱子里,还刮了一下焦玉的鼻子,焦玉在他怀里咯咯地笑,我吸了口气,有些不敢相信焦玉会变成今天这样,想了想,说,阿玉,我们聊一聊吧,焦玉跟着我走到了楼道里。 他靠着墙,不耐烦地说,有什么话你快说,我怕我男朋友误会,我问他,阿玉,你说你爱上了江场,到底是爱他这个人,还是爱他是董事长儿子的身份,楼道里的灯昏暗? 我几乎快看不清焦玉的模样,明明在记忆中,他还是红着一张脸,接受我告白的清秀姑娘,不知不觉中,他脸上已经不见当年的半分羞难和青涩,面对社会的沉沉浮浮,他早被利益磨平了棱角,沾染上了属于成年人的童秀气息,他迎着我的目光看来,这重要吗?江场和董事长儿子这个身份。 不都是他,我笑了笑,许是不希望看他这样一错再错,提醒道,如果他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呢,焦玉没和我做假设,远周,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,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,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,今天的选择,我不会后悔,你放过我好不好,放过,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居然能在焦玉耳中听到这样的字眼, 我与他出生相同,为了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,不知道吃了多少苦,他的青春几乎都给了我,每个加班的夜里,我都在暗示自己。 必不能负了焦玉,如此换来的,是他一生放过,我释然地笑了笑,我知道了,其实我才是,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,你是什么都不重要了,赶紧走吧。 我抱着纸箱子,走出了公司大门,其实,我想说,江厂并非是董事长的亲生儿子,江家的真少爷另有其人,那就是我,江卫东找到我是在几个月前,突然冒出一个陌生人说是我亲爹,任谁都会觉得那是骗子,可医院的亲子鉴定报告说不了谎。 从江卫东那里,我听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故事,我妈在生我那年难产去世。 混乱之下,我被人掉了包,江卫东养别人的儿子,养了二十多年,后来无意中发现了患子的真相,找了几年,才找到了我,我是在农村吃百家饭长大的,没有亲爹亲妈,村里人也不知道我的来历, 原以为,我在这个世上是孤家寡人,原来是上天和我开了个玩笑,我还有一个亲人在世,江卫东让我回家,我却拒绝了他,先不提他,是我父亲这个身份,需要我去消化。 我如果回去后,他的养子江厂会很尴尬,江厂含着金汤匙长大,是个典型的纹裤,我一来占了他的身份。 他信你能平衡吗?江卫东了解我的顾虑,点点头道,我也养了阿厂二十多年,是个小猫小狗也有感情了,做不到把他赶出去,但是远州,你是我的血脉,让你在外流浪二十多年,我对不起你,也对不起你妈,江家的产业需要有人打理,如果你们两兄弟能携手合作,我就满足了。 于是乎,江卫东决定,先不接我回去,还把江厂派到分公司锻炼,如果他有能力,日后和我一起打理公司,如果他做不到,就在江家做一个闲散公子哥,江厂来到分公司后。 项目做得平平,唯一的绩效,大概就是翘了我的墙角,和江玉分手后,没有时间给我伤春悲秋,毕竟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,避免不了在一个屋檐下共事。 假期结束那天,我刚到公司楼下,就看到江玉挽着江厂的手,周围其他同事在起哄,他笑得一脸娇羞,江厂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两人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,特别惹眼,我刚到公司,就听说了,江厂和江玉在一起的八卦新闻,之前和我交往时,江玉担心办公室恋情影响不好,特地叮嘱我别公开。 可现在他的反应,并不是什么影响不好的样子,刚进办公室,公卫旁边的李扬,赶紧冲我招了招手,说,远哥,你终于回来了。 你知道吗,老大吩咐我们,这次的项目带着小江总一起做,我,小江总是来基层学习的,他和我们一起,做项目能理解,李扬一脸你怎么就不懂的样子叹气。 远哥,这次老大说让你牵头,你来公司好几年了,好不容易拿到一次可以牵头的业务,偏偏把小江总插进来,不是拿你当嫁衣吗? 江厂是江卫东儿子这个事,在公司里头不是秘密。 表面上说他是来基层学习,但谁又能让他真的学习,以公司老油条们的人情事故,自然知道带着江厂做项目。 最后功劳都是落到他头上,也不怪李扬这么愤愤不平,我安慰他,没关系,在其位谋其职,能力是我们自己的,谁也偷不走。 李扬叹了口气,没过多久,老大就把我们叫去开会,安排了这次业务的任务,江厂和江玉都有各自负责的部分,为了谈下这个大单。 小组里的员工都开始加班加点,但在我们拼命联系客户时,江厂和江玉请假去约会。 我们在加班赶方案时,江厂和江玉在一边你浓我浓,我们连着熬了几周的夜,江厂已经带着江玉旅游一圈回来了。 这单生意谈成后,全公司开了表彰大会,老大在会议上说,这次业务能够顺利谈成,还是多亏了咱们小江总和教育同志的带领,让我们给小江总和教育鼓掌。 江厂在分公司顿时名声大噪,人人都知道,董事长的儿子牵投了一项大项目,连其他分公司的人都来向他取经。 李洋关着办公室的门,痛斥江厂的不要脸,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用一瓶啤酒把他安慰好了,焦玉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,我还有些意外,分手这段时间,我们仿佛陌生人,在公司里不曾多说过一句话,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。 相恋八年,纵使是像如今这样分开,我做不到恨他,也没法再和他像平常同事那样闲话家常,焦玉走到我的办公桌边,唇红齿白,媚眼如丝。 看起来这段时间过得很滋涨,开口后,语气却是难得的刻薄,远周,我要是你的话,就会选择辞职。 我问,我为什么要辞职?他深吸了一口气,不知是在威胁。 还是在劝我,你有能力,去了其他公司,还能重头再来,继续留在这里,你的存在只会让江厂越来越看不惯,我想进江家,也必须有拿得出手的东西,这次的项目就是一块敲门砖,你就当帮我最后一次吧。 我不知道,焦玉到底是经历了什么,才会变成这样,感情的消失,可以说是经过了七年治养,可他的心,不应该是沾满算计。 昔日拉着我的手,鼓励我一起加油的女孩,已经面目全非,我的女孩,再也回不来了,我长叙了一口气,阿玉,我是不会离开的,焦玉怨恨地看着我。 你会后悔的? 焦玉很快让我知道他何出此言,一个平静的晚上,江厂在朋友圈痛斥公司员工,对他女朋友的性骚扰行为,还发出了一些聊天片段加以佐证,话里话外间,证据都指向了我。 一时间,他的评论圈下充满了义愤填膺的声讨,我平时还以为他人挺好呢,没想到私底下居然这么恶心。 一个屌丝也想泡小江总女朋友,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,这种人能不能滚出公司,想到和他共事,我都恶心,还有一些和焦玉关系好的女同事。 私信来骂我,我一律无事了,公司的人事调度有自己的章程,我没有犯错,即便是江厂,也不能随随便便让人事开除,性骚扰一事是莫须有。 焦玉和江厂,只是想一次来,逼我主动离开,拜他们所赐,全公司上下看待我时,戴上了有色眼镜,同个办公室的女同事,还要求换工位,唯一相信我的人,只有李扬,他恨铁不成钢地道,他们冤枉你,你就反驳回去啊。 难不成就咽下这口气啊,江厂也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我的,我刚从茶水间里泡了茶,他端着一杯泡好的咖啡,在我身边打量,以前焦玉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,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你这个穷光蛋,我喝了一口茶水,淡淡道,小江总在瞧不上我, 也要窃取穷光蛋的劳动成果不是,江厂眼中闪过一抹利色,随即又平静了下来,看来你还是不清楚我和你的差距,你这个穷光蛋,脑袋在好使,再有能力,不也是只能给我干活,现实就是如此,从出生的那一刻起,你我的命运就注定了,你只能当一个打工仔,我劝你石像蟹,趁早滚蛋, 我还能放你一马,不然当心以后全行业封杀你,江厂的头比我矮些,人长得还不错,只是在威逼利诱时。 模样过于丑陋,江卫东明明是个儒雅的生意人,可他竟没有学到他的一点优点,我注视着江厂的眼睛,不紧不慢地说, 小江总,如果我违反了公司哪项规定,你让我走,我一定会按章程办事,但如果只是因为你的个人喜恶,据我所知,你还没有持有公司股份,不属于董事会的人,对我没有任免权, 真的想要我走,等下个月年会上,让董事长开口吧,被我当面赐回去,江厂脸色不好看,他抓着我的衣领,冷笑着说, 好,那就让你丢尖面地走,你好好期待着吧。 我当然会好好期待,毕竟,走的人,不一定是我,年会这天,分公司今年效益不错,连董事长都亲自立临,公司上来无人不重视,前几日,领导们都特地叮嘱过, 当天不能请假,全公司上下各个部门的人悉数前来,人到齐后,江厂才领着江卫东入场, 父子二人说说笑笑,看起来父慈子笑,同事们不免议论,江卫东是真的疼这个儿子, 待江卫东在席间入座,江厂紧挨着他,另一侧是焦玉,焦玉也向江卫东打了招呼, 随后,他便只和江厂说话,两人穿了铜色的衣服,看起来十分登对,老大发言完,是部门领导发言, 内容无非都是公司要展望更好的明天,我和李扬坐在靠后的位置, 瓜果吃了一堆,桌子上都堆满了,江卫东这才上场说话, 依旧是一堆鼓励大伙明年奋斗的老套发言, 等他说完,江厂站起来,一脸沉痛地开口, 罢,今年公司笑意好,是大家努力的结果, 可是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,趁你在场, 我也想向你和大家,说说我对此事的解决办法, 将魏东温和地笑了笑,示意他先坐下, 好,不过在此之前, 我还是先向大家宣布一件事,大家也知道, 我存了私心,把儿子放到基层来历练, 这次的业务能谈成功,都是由他来牵头, 我很感谢大家积极配合全子顺利完成工作, 他的成功离不开你们的帮助, 趁着年会就请他上来说两句, 算是为我们今年的工作做一个完美总结, 张秘书,你把他请上来吧, 将魏东身边的张秘书, 文生从台上走下, 路过江场时, 江场于有荣烟地站起身, 就要上台, 谁料,张秘书直接路过他, 来到我身边做了个请的手势, 少爷,您请, 江魏东自豪又满意的目光落到我身上, 远州快到爸身边来, 给大家说两句, 一时间, 挥一室内的气氛好像凝固住了, 我甚至能听到, 焦裕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, 我站起身, 对一大家笑了笑, 走上台后, 更能清楚地看到江场和焦裕的表情, 江场面如菜色, 还站在原地, 不可置信地望着台上的我, 焦裕脸色更是难看, 不安地抠着桌布, 从他复杂的眼眸中, 我看不透他的情绪, 不知道, 现在的他是否有一点后悔呢, 不过, 这也不重要了, 今天年会上发生的一切, 足以在公司掀起轩然大波, 我和江场到底是什么身份, 必定会成为近期的热议主题, 但我和江卫东都没打算说明清楚, 在我发完言后, 江场总算是反应过来, 像纸提线木偶一样, 愣愣坐在原位, 江卫东问他, 阿场, 你之前要说的事是什么, 江场如梦初醒, 没, 没什么, 等到散场, 江场也没有说出他要讲的是什么, 大概只有我知道, 那是他编造的, 要让我爸开除我的借口, 走出公司后, 司机来接我, 和江卫东一起上了车, 江场和焦玉一起失魂落魄地走过来, 在江卫东面前, 他很快调整了状态, 礼貌道别, 董, 董事长, 有远州送你, 我和阿场就先走了, 江卫东说, 阿场, 你派人送这位小姐回去, 我有话要给你说, 焦玉被江场送走, 上车之前, 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, 那一眼, 或许含着怨念, 含着期盼, 还含着几分迷茫, 我装没看见, 江卫东则是狐疑地看向我, 那个不是阿场的女朋友吗, 你们很熟, 我和焦玉恋爱的是, 在公司里瞒的岩石, 连江卫东也不知道, 但以他的多年经历, 察觉我们之间不对, 是轻而易举的事, 我笑了笑, 他是我前女友, 江卫东看向江场, 你知道吗, 江场没有说话, 而一贯温和的江卫东, 忽然冷了脸, 骂道, 糊涂, 阿场, 你太让我失望了, 江场红着眼睛说, 爸, 难道不是, 你该给我解释一下, 这是什么情况吗, 江卫东哼了一声,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, 我还有一个亲生儿子流落在外, 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不要你的心思, 原本是想着, 你来和远州共事增进感情, 两兄弟能够携手一起管理公司, 谁知道, 你竟然干出这种抢人功劳的龌龊事, 这还怎么让我放心你, 江场痴笑道, 他是您儿子, 难道我被你养了二十多年, 就不是了吗, 江卫东摇摇头, 目光中是难掩的失望, 正因为我把你当儿子, 我才没有在知道, 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抛弃你, 可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, 我宁愿没有你这种儿子, 最后, 江场和江卫东不欢而散, 年会过后, 我没在公司看到江场的身影, 李扬给我摆了几天脸色, 怒斥我不把他当兄弟, 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, 我没办法, 请他去吃了一顿大排档, 李扬多喝了两杯酒, 算是原谅了我, 还问起我和江场是什么情况, 我把我和江场抱错的事, 简单说了一遍, 李扬打了个酒格, 我去, 没, 没想到, 真假少爷静在我身边, 那他们诬陷你性骚扰的事, 你怎么不辩解呢, 我无奈道, 我和焦玉交往过, 要是拆穿, 焦玉以后, 在公司就没法做人了, 又听闻这个大新闻, 李扬眼睛都瞪直了, 不是, 你也太不是人了, 有女朋友都不给我说, 前女友罢了, 我笑道, 我没想到, 李扬居然是个大喇叭, 焦玉和我地下恋情, 又被江场翘抢脚的事, 第二天就被他传遍了整个公司, 他还算有点节操, 没说江场的身份, 所以, 关于我性骚扰的流言, 自然不攻自破, 我无心去在意公司里的传言, 自从我身份暴露后, 分公司的重要工作, 逐渐移交到我的手上, 我早就被忙碌的工作淹没了生活, 无心在意其他的事, 就是这么一个平常天, 江场来公司收拾东西, 我在楼梯间碰到他, 他瘦了不少, 脸的两侧有些凹陷, 眼底泛着青黑, 额头上有一道疤, 形容憔悴, 听说这段时间, 他和焦玉的感情不大好, 两个人在吵架, 还动了手, 连家都不敢回, 一见我, 他把手里的箱子往地上一扔, 骂道, 你以为你被爸认回来, 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? 一只山鸡, 一辈子只能做山鸡, 以前二十多年的教育, 注定了我们的眼界不同, 迟早爸还是要我回去的, 或许是我爸过去二十多年太宠他, 把他宠出了莫名的自信, 从一开始, 我就没有把他当作敌人, 站在我爸的角度, 他应该是我的战友, 站在我的角度, 他享受了我二十多年无法企及的教育, 最后依旧成为我的手下败将, 这样的敌人, 只会拉低我的水平。 我摇了摇头, 无奈地笑, 爸从来就没有要你走的意思。 你自诩眼界不同, 但是连爸的良苦用心都看不出来, 他为什么没有向外公布你的身份, 那是为了维护你, 你要是识趣点, 当个孝顺儿子, 我还能看在爸的份上, 继承公司后, 顺带连你一起养了, 但你要是连这里也参不透, 江家恐怕很难有你这个假少爷的位置了, 江场被我说的脸一阵青一阵白, 他的软肋很明显, 不是江家亲儿子, 就是他的命门, 我们对视良久, 他从一开始的嫉恨到后来的讥讽, 好像找到了可以攻击我的地方, 你是江家真少爷又怎么样? 女朋友还不是爬到我的床上来了, 我探了探手, 你会在意垃圾最后会丢到哪个垃圾厂吗? 我不知道江场和焦裕是如何选择到对方的, 焦裕或许是看中江场的身份, 而江场大概就是看中了焦裕的容貌和能力, 在公司这几年, 焦裕并不是没有能力, 当年我和他一步步走来, 并不是一无所获选择焦裕, 对于江场而言, 还算拿得出手, 仔细想想, 他们俩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双向奔赴, 我拍了拍江场的肩膀, 你之前有句话, 说得也对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, 命运就定了, 你和焦裕应该更配才是, 说完, 我耸了耸肩, 脚步轻快地离开了, 半个月后, 人事那边告诉我, 焦裕离职了, 我并不意外, 在这里, 他的确是没有留下的理由, 听HR说, 他走的时候, 什么东西也没带, 申请离职后的一个月一到, 人就消失在了分公司, 新来的员工替代了他的岗位, 很快, 焦裕这个人, 在公司只留下了传言, 他这几年的奋斗, 终究还是清了零, 某天我回家时, 在门口碰到蹲在灌木丛边的他, 见到我, 焦裕霜眼红红地向我靠近, 尝试着来拉我的手, 远舟, 我错了, 当时是我不好, 我们可以复合吗, 我淡淡地抽回手, 焦小姐, 你是有男朋友的人, 请你自重, 泪水立马迎上了他的眼眶, 他摇着头, 不, 远舟, 我和江长已经分手了, 他就不是个人, 他还打我, 你看, 他挽起袖子, 向我展示手臂上的伤口, 或许在一年前, 看到他这些伤口, 我会心疼地抱着他, 可那些感情, 早在他和江长你浓我浓, 在我面前说提出分手时, 已经消失殆尽了, 我叹了口气, 听到他肚子叫的声音, 片刻后才说, 走吧,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, 焦裕愣了一秒, 双目含泪, 笑着点头答应, 我们去了老街的一家老面馆, 老板端上来两碗热乎乎的面, 焦裕很快用了大半碗, 我的那碗面, 我没怎么吃, 而是问他, 焦裕, 你还记得,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吃面吗? 他停下动作, 愣了一秒, 我知道了答案, 风轻云淡地笑了笑, 那是我和他第一次完成上风交代的业务, 加班结束时很晚了, 街上只有这家面馆开着, 我们点了两碗面, 焦裕吃得很香, 缭绕的雾气后, 他的笑容里都是意气风发, 自豪地给我说, 远舟, 今天只是开始, 以后我们的前路会更加辉煌的, 我看着他的笑脸, 心里一直在说, 宁远舟啊宁远舟, 你这辈子, 绝对不能辜负阿玉, 于是我给他指着前面那栋高楼, 阿玉, 以后我有钱了, 第一件事, 就是在那里给你买栋房子, 如今, 高楼一在, 我阴差阳错有了能力, 再回首, 那个意气风发的女孩, 已经在迷雾中迷失了自己, 我对上她发症的眼神, 忘了也好, 过去的, 就过去了吧, 她的眼泪不停往下掉, 把筷子往桌上一拍, 宁远舟,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, 当年说不辜负我的是你, 现在抛弃我的也是你, 你被你爸认回来, 却不告诉我, 真的有把我放在你心里吗,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, 你就一点错都没有, 明明是你骗我在先, 不然我也不会因为江场的小恩小惠就跟了他, 我看着他哭红的眼睛, 最后一丝怜悯也没有了, 你口口声声说, 是我有错, 那你有没有想过, 如果我不是江卫东的儿子, 在你们的逼迫下, 不得不辞职, 也是我的错, 我背负了性骚扰的名声, 在被吊时被拒绝录用, 也是我的错, 在你和江场恩爱爱时, 我不得不放弃以前的努力从头开始, 也是我的错, 江玉, 路是你自己选的, 我提醒过你, 是你说你选择的路不会后悔, 说完, 我把桌上的面碗往前一推, 起身离开, 在那之后, 我便没再见过江玉, 江场因为后来表现不好, 被我爸赶出了江家, 我爸便专心培养, 我成公司继承人, 多年后, 我接手了公司, 江市在我手里, 有更上一层楼, 某次, 我无意间翻阅到公司招宝杰收到的简历, 在里面看到了焦玉的, 照片上是大学时的他, 目光清澈, 朝气蓬勃, 秘书问我, 江总, 这位应聘者你认识吗? 我笑了笑, 不认识, 只是看到是校友, 多留意了一眼而已, 昨日之日不可留, 过去的, 已经成了过眼云烟, 未来即便只有我, 我一人也依旧山花烂漫。